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是ATOCK AT3158PLUS這台公版的雙頻無線電 那有些朋友會好奇說,奇怪這台機器好像以前有介紹過了 沒有錯 這台機器呢,我們在之前已經有介紹過這台機器 那可是後來因為有一些疫情的關係 機器停產,那或是缺掉的問題,所以在機器有停產了一陣子 那最近呢,廠商呢,重新做了一個大改款 在停產這段時間呢,重新的規劃了它的裡面的軟硬體 重新做修正,讓這台機器呢,可以更貼近大家的使用 那外盒上呢,其實它是直接沿用舊的外盒 因為畢竟這種公版的機型呢,消費者比較在意的 可能會是在價格跟品質的控管上 所以廠商就沒有額外再重新設計製作新的盒子 然後直接沿用舊款的盒子 所以我們直接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之後呢,可以看到說明書 那說明書同樣呢,也是沿用舊款的 所以裡面其實有一些功能設定呢 其實與新版的軟體設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自己打了一張常用的操作的簡易說明書 那之後這邊呢,也會秀上影片的連結 讓大家在操作上呢,可以更理解 那相對的因為它大部分的操作呢,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介紹上呢,可能會相對比較清楚一些 多做一些影片,多針對一些部位呢,我們做介紹 方便各位消費者可以了解說它的相關的功能如何操作 然後呢,就會看到呢,它裡面的盒子的通程呢 是跟以前的機器差不多的 就雙層的設計 那做中組、主機、天顯 這個基本的配件 那背夾的部分呢,我已經鎖上去了 所以就沒有 那我們一個一個介紹 首先呢,就是做中組的部分是有帶這個變壓器的設計 所以它的充電速度也是蠻快的 然後呢 做充電池是可以單獨充電 那當然呢,它也可以跟主機一起充 電池跟主機以及充電也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還是建議消費者呢 可以主機跟電池分開充 這樣子對機器的壽命也會比較好 然後呢,再來是天線 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天線採用的是這種SMAP的弓頭 對應主機呢,是SMAJ的母頭 這邊要注意一下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電池 電池的外型呢,大家很多人都看到 這就是公版的電池外型 所以它可以沿用很多公版機器的配件 電池做充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們之前已經有一些公版機 想這樣買一樣可以沿用的話 這台就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呢,這台機器呢 它針對軟硬體而做修正 所以它也可以外接天線 跟車使用也都沒有問題 不會說外接天線做 就像某一些淘寶機 然後就變成啞巴一樣 OK,那電池呢 直接這樣子裝去就可以了 很方便 卡榫的設計也很就熟 這個按壓就可以拔下來 算是很好拔的設計 裝去之後呢,天線直接鎖上 看一下整體的外觀 OK,那主機的造型呢 是屬於緊湊小小型的 好,那按鍵呢 是屬於偏小的設計 不過呢,整體上面的一些功能的介紹 那數字的辨識度也都還行 那機器是偏小的 好,那就是一個基本的公版外型設計 那開機來看一下 這是改版的重點 開機重點 可以馬上看到電壓顯示 好,然後呢 操作的介紹 好,再一次喔 開機 馬上就有電量顯示 歡迎使用 好,這個呢 可以讓我們非常快速的知道 機器目前的電量狀況 那旁邊呢 也有電量的顯示 好,那有聽到 剛剛有那個中文的語音報讀 這是基本的 那早期呢 可能它的介面都是英文的 這次廠商 特地去修正了 全部都更改為這種 中文式的圖文選單 方便你 辨識操作 有看到嗎 方便你辨識操作 然後再進去之後 第二層的選單 也是做成中文式的 然後包含中文的語音 這樣子我們在操作 那跟理解的功能上 會比較快速 不會像以前呢 可能算是中文語音 可是它是英文的介面 在操作上就差了一些些 然後呢 草原昌在這個選單上 也重新做了修正 他把大部分 客人會用到的功能 一般消費者會使用到的功能 把它給放出來 然後特別的做 分成別類的規劃 然後把比較不常用的功能 像是 像待機我們目前是橘色 那它發色是 發色是紫色 然後它接收是藍色 那這個顏色其實 在早期是可以做更改的 現在也是可以更改 不過早期可以在機器上 直接做設定 現在只能通過電腦去做編程設定 那這次我為了介紹呢 特地選用這個橘色的背光 因為這個紫 這會比較清楚 那不然一般它原廠出廠設定 是做紫色的待機背光 其實對一般消費者來講 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這個燈光只是方便 我們便日使用而已 那我只是想說 廠商在這個部分 有重新做了一些研究 那把我們常用到的功能 像是我要設定內碼的功能 或是我要設定我一些頻道的功能 把它額外的規劃好 方便你辨識 所以等一下我在介紹操作的時候 也相對比較簡單 那把比較不常用的功能 說真的有些人一輩子 都沒有用過這功能 那我們把它拔掉 那或者是保留在軟體端 可以做更改 有需要可以更改 平常不需要 我們也不用去動它 也不會去動到 然後呢 整體的外觀呢 就是可以沿用的 早期的那些公版機器的配件 然後 收音機 這些都是有的 然後耳機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K頭的設計 K頭雙孔的設計 那包含在硬體的部分 它也做了修正 那針對我們去跟車的時候 外接電線呢 它可以增強它的一些接收能力 不會說像有些公版機器 一外接就收不到訊號了 它也不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台公版的機器 那搭配你以前有很多電池 假電池 這些東西 你想沿用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台 2022年全新改版的 AT3158PLUS 中文圖文選單版 介紹給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喔